出游到西班牙巴塞隆纳市必去的旅游景点之一 浓浓的南昂风情 有看不完的江湾古迹 还有这个加泰隆尼亚广场 很多人都不会错过 但几天前有台湾旅客就在这 被小偷入侵 全团失窃 所有刚写评来的战利品 统统被翻得乱七八糟 全团34个人哀红遍演 有的被偷欧元或美金 有的被偷太阳眼镜和皮夹 损失大了 投诉的是这位张小姐 在名胜古迹前微笑拍照 但笑容的背后却泪经一场惊魂 参加旅行车主打了西班牙 11天行程就在倒数第二天 全团34人搭乘游览车 到加泰隆尼亚广场 下午5点半左右 在踏上游览车 没想到映入眼帘的事 所有的团员放在座位上的东西 全被动过 不止财务损失 还有人护照也被偷了 在西班牙当地 被迫滞留两天才回国 说到南欧旅游 欲偷欲抢 时有所闻 对于偷这件事情 他只用处罚 罚款而已 他没有抓去关 也没有很严重的刑罚 所以这就是他们那边 小偷一直不灭的原因 虽然旅行社承诺会赔偿团员损失 但西班牙之旅 已经留下了幻影响 居然知新陈梦辉 台中彰化 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